作词 李宗盛 卖下中浙漫如漠偶 四周啊逼啊逼 伴舞女高难受 虽然狠疼 女虽然追走 每刻记得记得 我错了 耐心不闻暗影 愁恨恶欲望愤怒 实是他感官 逐海管火葬 漸化造尘草 愿连离步 狂风吹不倒 是恶恶 每夜山路残忆 血浴济至重生 容易步行痛苦 满身心痕 人谋里没拯救 已没去旅行 不再受困 生云勇化 生云勇化 生云勇化作背景 迷露边缘缘续缘路 伸出鬼的名头 铅河中的灭灭就在几土 生命难过 黄风中兴露 我退路 满意沙漏残忍 血液济至重生 仍美独向痛苦 温身伤痕 人谋泪没情勇 已没去旅行 不再受困 若愿勇怕断魂 平日 又看 我们下期见 暴盈 拉 後天 上集見到Wing、新娘、我舊有村民 當然每個人都在,我知道Sandra 全部人都在,漏了不要詐欺 我見到有新人進來 但故事開始說了 你知道我們節目時間有限 我當然要盡量把精彩說完 我見到舊有村民照顧新人 我跟他們聊天,很感謝你們 因為我靈異村的節目已經暫限三年了 因為我六月又生日了 我記得我生日那一年開始直播 成立靈異村 當然我本身說鬼故事說了很久 但一直用靈異村這個名字 應該是第三年了 三年四年 由開始到現在的村民 甚至乎我以前做的一些100節目 跟過來很多年前 就非常好 有每逢有新人進來 或者他們不懂如何參加這個節目 你們也會教他們 跟他們聊天 照顧他們 討論一下 也是非常開心的 所以如果現在有朋友看到這集直播 你又想加入我們靈異村 歡迎可以在這裡聊天 留言 我自己有自己的Facebook Page 我亦有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我YouTube Channel 除了有節目的部分 我還有一些自己拍攝 古靈精怪 或者是甚麼都有的 有其他的影片 所以歡迎大家給我一個讚好 或者是關注 關注一下 這個YouTube頻道 和Facebook Page 因為要好好利用這些 為甚麼呢 Facebook Page 就是有些人交料給我 就為一個傳送給我的 非常之好 我知道 差了很久 因為我之前說不完 就是一個招數的鬼股 所以今集一開始 還債 就跟大家說一個招數的鬼股 這個鬼股 就是講回一個 一個網友 他就說回 他以前小時候 就住一些新界元朗的屋子 他住的那些村屋 外面就有些招數林 很少會走那裡 但是當然路過 因為他們以前偏僻些 荒廢些 路過是會走過那裡的 但是招數林 普遍來說 那些地都比較軟一些 爛一些的 那經常的老人家 那些鄉下人 如果看到有 人進來 就會叫 不要走近那裡 走出來一點 因為如果他們沿途回家 就有一條很窄的 石屎路起了 就迂迴曲折地繞 有時候 你知道他們這群年輕的 就是生蠻猴子 有時候會吃鏟跑 那些老人家 那些老人家 往往都會叫 不要走招數 不要走招數的地 上回來 走石屎路 不要去的 那樣 那經常都會提 基本上這些事情 從小都聽到大 人大了 沒有那麼橫皮 沒有那麼頑皮 以前人自拖 哪裏都不用怕 赤腳都不怕 但是慢慢大了 就沒有那麼橫皮 出來工作成熟了 當然不會小時候 故意踩到爛地 泥地 或者走招數林 也會走回那條石屎路 好了 一直以來 那些老人家都相傳 盛傳什麼呢 就是說 那些招數林 就有很多鬼 是的 而且招數尖 通常都是女鬼 所以往往都會跟你說 不要走那裏 因為會很容易沾到 但是這些就從小到大 你知道 從小到大 鞭子姑娘 你不會覺得 真的有鞭子姑娘 不知道為什麼 你經常從小到聽到大 覺得有阿烏婆 你不覺得真的有阿烏婆 你也不會覺得 真的有那樣東西 人就這麼頑皮 好了 就有一次 就是這位 男士 他已經成長了 小時候也很頑皮 踏招數林 他也沒有拿過東西 當然 但是他有一次 就是 他認識了女朋友 那個女朋友 就是他 他是打工 做銷售的 他的女朋友 也是做銷售的 當然 平時通常 放工 或者是去吃去玩 都是出去玩去吃 有一次 就是放假 那女朋友 就進來 就找他 去村屋找他 當然就是 很開心 就是出去 這個小巴站 那裡 就接個女朋友 那麼 久而久之 就是 有時候 走那條路 就很遠 他就跟他說 我小時候 就很頑皮 為了抄捷徑 因為 那些石子路 就於活曲折 就這樣 兜兜兜 進村屋 因為你經過這間屋 又經過那間屋 就不只是便利 他家屋 是直卻堆 就要周圍堆 所以他小時候 就很頑皮 就直接跑 這裡 跑回去 不過小時候 一跑下去 就會被老人家罵 那女朋友 就問 為什麼 他說 沒有 他們那些鄉下人 不想人家踩到 他們那些種的東西 因為這裡是蕉樹 那些東西 還有 其實說真的 野草生到那麼長 有時候都有蜂蜜 或者有水探 有泥 就走到那些骯髒 如非真的很趕時間 其實都不會 看下來 不過小時候很頑皮 他就明白 好了 離了幾次之後 人 就是這麼壞 人 就是有惰性 最初很甜蜜 當然是接你 後來 離得多了 他就沒有接過女朋友 那天他自己下班 就不開心 因為為什麼呢 後來他們 因為做銷售 就是很不定的 那男生做一做一做 就沒有做 就轉了去做 化形屋 那他沒有做到 銷售 就轉了做化形屋 那那個有一次 就是收了工 那女生是 收得夜的那個男生 那那個女生 就說不開心 就想去找他 就不想回家 那他就說 好了 那你坐車進來吧 但是正直那男生 就已經在家裡 可能洗好涼 躺了下床 可能他不時刻睡著了 那女生就下車小巴 就看不到他 就自己走到他家找他 都猜到他弄東西了 是不是 就自己走去找他 那就是 走到他 突然之間 那個男生 當然睡得很爽 就聽到 盛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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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te invó 女生瘋了 像我很爽在吻 那門 一望的時候 唉呦 甚麼事 說得大聲 睡了 沒有看到那女朋友 這次看不到那女朋友 這次看不到那女女員 就知道是出事了 當然那女朋友 可能是敲了很久門 有型 challenges 踢門 踢門 喊 kos你 一開門 才見到自己的女朋友 臉都顏後 衝鼎 她的樣子極度驚嚇,極度驚嚇到這樣,說話說不到 她說怎麼了?她當然以為她遇到賊 後來那女生說,讓我先進來,進來後立即關門 她很害怕,那男生就不知如何應對 你害怕到這樣,做甚麼 原來,那女生就跟她說了 她就說,我沿途來的時候,我去小巴 我走來的時候,因為燈很遠才有一盞,挺黑的 當時她是摸黑地走,因為地是石屎地 如果旁邊是泥地,就會黑了 她全部建立了一條石屎地 她就看著石屎地去行走 因為黑了,我當然要看著 街燈很遠處有一盞,就是黃色的街燈 她走去走向走,一看到有街燈的時候 就稀極小看著 街燈一旦軟了,沒有趕著地 在稀極小看著 meine家 就看到焦樹林,黑黑的焦樹林 就有两个女人站在那里 她当时的心已经寒了一寒 为什么呢?就是你了 你教她告诉她 然后小时候不要走招数老人家 就是这样说 她的心已经很害怕了 对啊,你半夜三更好人好姐 你怎么会走下去这些地儿 心里面就害怕了 就心里别管了 看着地儿走 看着地儿走 很坏啊 那条石小路鬼死这么长 还有一个女孩走得慢 你不是跑的 心里越急越害怕 你就觉得路越长 坐下走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 为什么走来走都差不多路短 因为看我心太害怕 就觉得自己 我都走了很久了 又有街灯了 又路过街灯了 那头一看 谁知道来远处 又看见那两个女孩 即是代表什么 前段路有两个女孩站在这儿 蹲下头去 明明走过去 恶高头那两个女孩又站在这儿 那时她心里很害怕 很寒 因为她觉得那两个女孩 弄固她 知道你每个街灯口 恶高头 她在前面 在那里面 她害怕得她不敢看那两个女孩的样子 因为为什么呢 她很害怕 她看到那样子是弄固她的笑 那些奸样 很害怕 害怕得太 韩地寒先前耳朗 是不坏命走 iba停走 行回家 蹲下头很害怕 因为我 Holling 很害怕 那我还在看呢 蹲下头是不肯 崖子路很快 增下头 意了些牧串 睇有起 located 他就數到,已經過了幾盞雞燈,應該就到了 心很心急,想繼續走,已經快步了 想跑的時候,他聽到後面腳步聲,都是兩個人 他跑得快,他聽到後面那個又是跑得很快 即是說那兩隻人,看你跑得快,追著他 哇,嚇到瘋了,想叫救命 他就跑了進去,衝進村,終於走到他男朋友的樓下 他們的治安可能是好,他們自己人居住 樓下的村屋,那個大閘是染的,沒有山實 他就立即開了,他就山實,然後衝上屋 他男朋友是二樓,就拍門,開門,開門,開門 那他下面的閘是很確定自己打開,就關掉了 但他沒有回頭看,太害怕了 他不知道那兩隻人有沒有跟著他 不斷開門,開門,開門,開門 他很害怕一路扔門,那男朋友一直不開門 那兩隻人在後面拍他,怎麼辦 跟著在後面,或在後面等他 他害怕到瘋了,已經沒有理智了 死拍難拍 那男朋友的臭小子終於開門 開門就,哇,快點讓我進來 那他就告訴我男朋友 那他的男朋友呢 就是,都呆了,都很害怕 其實從小到大都聽得多 那他就沒有經歷過 反而他女朋友經歷到,可能是愛人 整股他,即是見到生臉 那他以前就說 以前那些老人家,就經常有這些故事說 說什麼呢 就每個招數,他就不是泡泡招數有 但每個招數都有可能附到一隻 那,所以呢 如果以那麼多招數來說 就應該卡拉卡拉就有一隻 那些老人家說 說得好像養層層 卡拉卡拉有一隻 那些老人家就會說 那為什麼要選招數呢 那以前呢 就是這樣的 以前呢 那些人呢 就 你知道吧 沒有空中飛人 那些古人 以前那些人呢 那些村屋那些那麼矮 那些祖屋那些那麼矮 那些廟那些那麼矮 那他們呢 就是自殺呢 就選擇 這個樹上面上吊 那還有啦 那還有啦 以前那些懲罰呢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自己那些 古代呢 自己那些村的懲罰呢 就是那些什麼浸豬籠啊 那些那些私刑啊 那些那些私刑啊 那些私刑啊 那但是有很多人是枉死的嘛 就是可能被那些三姑六婆懲罰的嘛 你知道是非講一下講一下 就真的變成真了 那以前那些東西 那有些人呢 就冤枉死了呢 那他呢 就過 於是他走不了啊 那他就變了什麼呢 他就要搞到呢 那個 那個 靈魂呢 就要 沒有 冤枉死了 但是如果露天日曬雨淋 又沒有人幫他安慰 因為當他們是罪犯 又沒有人安慰 又或者是亂葬綱 找個鉗給他 他沒有地方妻生 本來應該是找些樹 但是你知道城市發展 樹的斬斬斬斬斎位 他們於是知道 招樹沒有人動他 於是就慢慢搬移 移到椒樹 所以老人家就說 其實根本上椒樹 隨時破坡有一隻都不奇怪 不過不想住那麼密 就卡拉卡拉住一隻 所以就形成了椒樹林 為什麼呢? 這麼多這些東西 一開一波還回 椒樹林這個故事給你們 因為上一次 就真的爭落你們太多了 接下來就是有一些很可愛的東西 最近就是資料搜集 資料搜集了一些很可愛的東西 就是關於特朗普 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是誰 美國總統 特朗普 最近因為資料搜集 我要找很多靈異故事 有時候的靈異故事 其實跟通案 不多不少都有些關聯 說真的 你是不是都要有人不在 你才會有靈異事件發生 很多時候 那些人冤枉 或者有時候 多數都是因為一些案件 或者一些冤案 就會有靈異事件發生 所以在我找資料的期間 有時候看到很多案件 我發覺是跟特朗普有些關聯 雖然不是他犯案 但不多不少 是有少少跟他有關聯 其中有一件事 就是 有一個美國的女生 她去到意大利讀書 她當時認識了一個意大利的男朋友 這個女生去美國 去到意大利讀書 即是學生 她的宿舍 跟一個女生同房 認識了一個男朋友 住在附近 隔離棟大廈 很近的 那天 我先跟大家說一個 很多人聽過的鬼故事 你記不記得有些小故事 是否很心寒 其中有一個是甚麼 有一個是說 有兩個女生 住在同一間宿舍 其中一個很喜歡去遊玩 出去遊玩 然後回來之後 看到讀書的一個很乖的同房 就已經睡了 她不想吵醒她 自己偷偷地爬上床睡覺 到第二天 就發現同房 死在牆上 寫了一個字 就說 幸好你看不到 還是幸好你睡覺 否則她也會死 不是類似這些故事 這個 非常相似 但是是真事 就是那個女生 她 去了男朋友家過夜 認識了男朋友 當然是過旁邊 找男朋友陪 她的同房 是乖乖女兒 那一天 她經常都在房間 那一天 她回到男朋友那裡 第二天 她就發現 偶爾有一瓣小瓣的血跡 以及一瓣小瓣 有一瓣小瓣的血跡 她心想 我同房是否戒傷手 但不是很大瓣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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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覺得不對勁 應該是有陌生人來過 因為他的同房很企鎖 他就走出去 立即走到隔壁大廈找自己男朋友 跟男朋友回頭時 發現他的同房已經死了 是不是很相似劇情 輾轉反側 當時 因為這件事很複雜 審訊過程 最初判這個美國女子 因為意大利那邊很主觀 其實他破案很差 很主觀直覺覺得他們兩個 這麼近 一定是自己人做的 直覺覺得是美國女子做的 其實這個女子 找男朋友回頭回來 就已經發現 現場的女子死了一刻 害怕死了一刻 好了 那關特朗普什麼事呢 原來在特朗普還沒選總統之前 他曾經公開說過 他就說這個女子一定是無辜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以他做人做生意這麼多年的經驗 他可以說這個女子一定是無辜的 但是那時候傳媒 已經罵到廢洋洋 說這個女子是魔鬼 肯定是他做的 說唱到他很行 傳媒已經判了他有罪 意大利方面 查案想快點關閉 案件也是判他有罪 到最後 案件發展成怎樣呢 到最後 就是捉到一個黑人做的 捉到一個黑人做的 這個女子被判無罪 就放回美國了 但是很不幸運 他男朋友是意大利人 在意大利 當然當時大家都判無罪 這個女子回去了 回去了 無緣無故 隔了兩年 意大利無緣無故 又覺得他是有罪 這個女子當初被判一有罪 已經坐了一段時間 後來又捉到一個黑人出來 驗到DNA 是黑人做的 然後捉到黑人 放回他兩個男女朋友出來 放回那個女子 引渡給他回美國 那兩年 又說 其實想想想 他們可能是同謀 又判他們有罪 但是判他們有罪 那個女子因為在美國 就安全了 就不用引回意大利 但他男朋友是意大利人 又拉進去坐 然後又判他無辜 是很複雜的 這個時候 特朗普當時公開說 這個女子是無辜 到最後真的證實了 你真的抓到那個黑人 是他做的 好了 特朗普選總統 他選總統 就希望請這個女子出來 幫他站台 但這個女子就拒絕了 這個女子今時今日 變成怎樣呢 這個女子今時今日 就是把她自己的故事 出了書 賺了同金 到現在為止 都說回你的經歷 所以 第一 這個案子 就跟特朗普有關 好了 第二個 又是跟特朗普有關 其實很多事都跟特朗普有關 第二個就是 有一個有錢人家 一個富戶人家的妻子 她的老婆死了 對 她的老婆死了 其實這件事也是很神奇的 為什麼呢 這個女子 這個女人是華人的女人 她的老公是外國人 這個華人女子 就是她出生的家庭很卑微 她一邊長大 就很努力去賺錢 她是一個很聰明女 一個人來賺錢 家裡她是經濟之處 她照顧父母 很孝順 但偏偏這個時候 有錢的白人男人 就追求這個女子 經常都會欠恩勤 很疼她 打動了這個女子 這個華人的女子 但這個有錢的男人 她之前跟前妻有一個兒子 但是華人的妻子 非常會做人 很疼這個兒子 跟他們家裡相處得很好 很適合和人相處 打動了她 就結婚了 但是 好景不常 就是有一天 那個小孩 就跌了樓梯 就滾死了 對 樓梯有地毯 也很神奇 滾死了 意外死了 然後 沒多久 這個妻子 都死了 那好了 就是了 警方當時馬上 就會覺得是什麼 就覺得她的老婆 是否因為 失誤 沒有照顧好那個小孩 累到那個小孩 就在家裡 掉死了 所以內疚自殺呢 這樣 當時那些律師團隊 都很勁抽的 又指證她 說她有吃抗益骨藥 又這樣那樣 後來 終於捉到那個兇手 就是這個有錢人的 不知道是哥哥還是弟弟 就是哥哥 就是因為 妒忌她很有錢 而她自己是個普通人 再加上她的前妻 都是 兒子死了 就是 那個叫什麼 總之是妒忌心 不抵得的作稅 所以 其實 是很大機會 是她哥哥做的 那 重點在哪裡呢 重點就是 幫她打官司的這個律師 是一個很出名的律師 特朗普剛剛那時候 有些周身矮的事情 就很需要請這個律師來幫忙 就是請了這個律師 希望可以幫她打官司 但誰知道這個律師 就是因為 我剛才說的 這個有錢人的老婆 死了 究竟是自殺 還是被人謀殺 因為那個有錢人的老婆 的姐姐 一直堅稱 我妹妹 是被人謀殺的 她是不會自殺的 那所以 原來 就是 原來就是 這個律師 拒絕了特朗普 的邀請 所以 很可憐 撐那個美女 說她是無辜 幫她站台 拒絕她 想請她有什麼律師 幫她打官司 又被拒絕她 特朗普都入不少玲瓏 所以 就是她 我又覺得很有趣 剛剛 就是 最近 去這陣子 資料搜集 去看這些 空案 奇案的事情 就看了 都是跟特朗普有關 那麼巧的 好了 另外 就是要跟大家說 解夢的事情 為什麼呢 最近 我相信大家 因為 最近香港的環境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不敢外出吃飯 很早就回家 又沒什麼地方去 當然 最好就是看村長 看我的節目 為我 在我的個人 Facebook page 和我的YouTube頻道 麻煩 按讚 我YouTube頻道 我也是用村長這個架 我絕對可以公開告訴你 要支持一下 因為你的支持 就會令我拍攝更多無謂的東西 做更多無謂的東西 讓大家看看 我先說一下 我自己的YouTube 就是叫做靈異村村長 對 用回我現在這個架 所以 就是 我最近 就無無聊聊 玩這個 動物之心都有拍攝 在那裡 咦 Part1夠時間了 我待會說 很精彩 Part2 是解夢 和 最近 關於一些螞蟻的故事 還有一個 就是 有一個叫八甲田山 靈異恐怖故事 對 那裡曾經死過很多 枉死的軍人 我 待會 Part2會和大家說 我們待會 Part2的時間 就繼續精彩 我們的部分內容 還有最近 我發學夢 我想告訴你 是怎樣的 待會 Part2見 親愛的觀眾 是不是很想買 羅永恆靈異村的節目 方法很簡單 冷靜 聽著 首先你在我們的網址登入 你就要用Facebook 或者Email 登入 登入之後 你就要選擇 節目付費的方法 然後你在購買節目裡 知道選擇 我的節目 就是羅永恆靈異村三個月 不要選錯 阿Jan說明是 選錯了 不回水 選了我們的節目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 付費方法 分別你可以用PayPal Credit Card 或者銀行入數 如果你是用PayPal 或者Credit Card 基本上 你一買了 就直接 可以隨時收聽我們的付費部分 但如果你是用銀行入數的話 你就要送回你的入數指給我們 我們就會幫你開通 是不是很簡單呢 還不馬上行動 嗯?